大家好,我是石玉兰,一起带您关心9月22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本周六将进行第二剂AZ莫德纳疫苗的施打 为了了解乡镇市公所通知单发送的情况 县长绕庆龄今天22号上午是召开了各乡镇市公所首长来进行试询会议 县长也希望收到通知单的长辈能够依照时间地点前往接种疫苗 也感谢地方配合防疫工作一起来抗疫守护台东 为了提升疫苗覆盖率 本周六将为75岁以上原住民65岁以上长者施打第二剂的AZ及莫德纳疫苗 本次台东县采用通知单方式 为了了解各乡镇通知单发送情形 县长劳清零22号特别召集各乡镇市首长进行试讯会议 在这个月总共有五种疫苗要施打 那么非常需要各乡镇公所的协助 我想今天最主要就是把我们长者第二剂 施打第二剂疫苗的一些行政作业来跟各位做一个确认 而这长者的第二剂65岁以上原住民 应该是65对不对 原住民55岁以上 是有两种不同的疫苗 有AZ和莫德纳 因为这一次中央呢 要求各县市来协助长者施打第二剂 第一个 它没有特别分在籍或不在籍 比如说 如果您第一剂 您是住在台东 但是在台北施打 第二剂要在哪里打 中央会把你的剂量是拨在台北 因为您是在台北施打 我们25、26号这两天是施打长者第二剂 您手中的这张通知单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是他必须施打第二剂 但是却没有在1922的系统上 所以这些长者表示 他比较不会使用这个1922系统 或者他的子女忘记帮他预约第二剂的施打 所以才要拜托各位 利用通知单的方式 协助告知这些长者 你们要打第二剂了 那目前我们收到通知的大概有34位 那有7位是AD 然后27位是莫德纳 那7位AD我们已经通知完毕 把通知完毕 那我们今天开始就有关于 就是莫德纳部分 我们开始会发通知单 实际上相有112位 我们帮他预约 那我们会在日期前完成接种 谢谢大家 县长饶清林感谢各厢正式配合防疫工作 另外也预请收到通知单的长辈们 一定要依照通知单上的时间地点 前往接种疫苗 大家一起来守护台东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